1992年5月 江苏省徐州市魁山乡寒山村的村民 在去土盖坊时 发现了隐秘于山顶的两座大型汉代古墓 一位史书不曾提及的汉朝公主出现了 她的一枚绝美印章令人惊叹 寒山是一座海拔不到70米的土丘 山下的村民们世世代代生活于此 并不曾想到 这座小山丘很可能是大墓的风土 5月的时候 有村民准备盖坊 并在这座土丘上取土作业 学料便开启了一个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秘密 由于徐州地下汉墓众多 村民们见挖出了不寻常的东西 觉悟也非常高 赶紧上报相关单位 很快一场考古勘探便展开了 这里确实有古墓 而且不止一座 就在寒山的山顶之上 居然发现了两座树穴洞室墓 这种藏制一般为汉代早期 两座大墓相距48米 一号墓规模更大 一号墓的墓道呈长方形 墓道口有垒气石头 树穴用土夯石 上层为有杂质的黑土 下层为纯净的红年土 墓道与墓室之间有石板相隔 人工开凿洞室 作为墓主的墓室 不过考古队员在看到 树穴北部出现了 倒洞时心中一紧 俗话说 汉墓石墓九空 因为汉代人誓死如是生 随葬品丰厚 因此在盗墓贼眼中 可是十足的香薄薄 不过 显然一号墓的规模很大 就连盗墓贼也没有将墓中珍宝 搜刮殆尽 这也使得2000多年后 我们有幸见到墓中幸存的宝贝 在这其中 最为珍贵的便是发现了墓主人的印章 这东西可是确定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 这枚印章位于墓主棺果内 为双面穿戴玉印 印长1.85 宽1.85 高0.85厘米 方形双面印纹为传书体 一面白纹 留女仔二字 另一面白纹 妾女仔二字 英文刻画的线条流畅舒展 又不失古朴大方 就算是以今天的审美来评价 也是一方美貌与价值并存的古印 而墓主自称为妾 可见她应该是一名女性 接下来 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墓中有御衣的影子 在汉代 皇帝死后可穿金缕御衣 诸侯王为银缕御衣 再次之 铜缕御衣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的月质出现 依然是在徐州这个神奇的地方 1995年发现的狮子山 楚王刘雾的陵墓中 便发现了非常精美的金缕御衣 如今的这座寒山汉墓中 又发现了御衣的影子 大家都开始激动起来 难道大家又挖到了一位亡陵吗 可是墓主人的丝影自称妾 明明是个女子呀 只见整个墓室之中 到处散乱着大小规整的玉片 可以想象当初盗墓贼 很可能是将尸体脱拽出棺果 取走了贯穿御衣的金钱 最后将御片弃至不要 御片的数量统计下来为600多片 这又让考古专家们疑惑不解 原来 如果是整件御衣 其所需要的御片 至少要2000片左右 600片完全无法完成一件完整御衣 由于发掘过程中 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随葬品 玉器 金器 陶器 人勇等制作精良考究 墓主人的下葬显然是准备周期很长的事情 另外 墓主人名叫刘女彩 所以专家们还推断她 可能是楚王的近亲 有可能是楚王的女儿 身份如此尊贵之人 死后最重要的御衣 为何只有600片御片 难道拿不出那么多好御 难道墓主人死得仓促 这些假设显然都不可能 再咱们也不至于缝不出一件完整的御衣 随后 专家做出了解答 原来 寒山汉墓应该属于西汉早期墓葬 这一时期的御衣形制还未发展健全 玉器说是御衣 不如说是御套 也就是仅仅只制作头首族部分的御套 身体部分用其他丝织品替代 越往后来发展 王侯贵族们的御衣便更加完善 最终形成了真正的一件御衣的形式 刘女仔可能是一位汉朝公主 她出身尊贵 一生享尽荣华富贵 却因为是女流之辈 而未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子 她有着怎样的人生 无人知晓 可能终成永久之谜 只有这一方御印 代替她活到了现在 告诉这个世界 她曾经存在过 这一方御印尽荣华富贵